公主出任務三 飢餓的萌兔怪 第一章早午餐的約會 黑衣公主和獨角獸 紅麻花正往村莊的方向騎去 因為噴是草公主邀請他們 一起享用早午餐 紅麻花乾脆散落早餐 因為他想好好大吃一頓 和噴是草公主一起吃早午餐 代表會有淘滿奶油的鬆軟麵包 和噴是草公主吃早午餐 肯定會有包裹著融化起司的煎蛋卷 環有多到堆成小山上頭灑滿糖霜的甜甜圈 在這個世界上紅麻花最喜歡的事情 就是和噴是草公主一起吃早午餐 咖啡館就在前方不遠之處 剛出爐的麵包香已經隨著空氣四處飄散 紅麻花快等不及了 他開始加快腳步 這時候木蘭花公主的閃光石戒指卻響了 是怪獸警暴 紅麻花忍不住哀嚎 因為他現在不想跟怪獸戰走 他超級無敵想吃甜甜圈 紅麻花 我們沒時間趕回城堡鳥 木蘭花公主低聲鼠到秘密山洞去 紅麻花的肚子我的咕嚕咕嚕叫 他希望這次能速戰速決 木蘭花公主和紅麻花斜進秘密山洞 當他們從山洞另一頭出現時 已經變身為黑衣公主和他忠心小馬黑旋風 黑旋風速世代發 前腳橫立了起來 乖修們 你們得小心了 千萬別擋住肌餓的小馬前往 封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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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午餐的路 行了